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其实觉得因为连续唱了三年 今年的话相比前两年没有那么紧张 感觉更加放松 可以更加投入 更加开心的去完成演出 其实第三年来到这个大舞台就感觉比以前更亲切 然后更放松一些 因为这首歌是我和2035有个约嘛 那如果现在畅想一下到了2035年 有没有想过歌字到时候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2035年是十七年后 十七年后我就三十五岁了 三十六岁了 嗯 不想不想不想去唱唱 赢了我就估计当时又吐着拐杖了 还没有开开玩笑 到时候就希望还是自己能成为一个实力派 能成为一个老艺术家 三十五岁就那样吧 就那样 就那样 就是一个大叔 那今年除了自己的节目之外 也没有大家都各自很期待的这种节目 非常期待周九伦老师的节目 嗯 我其实每年都特别喜欢看小品啊 这一类的节目 比较期待语言类 嗯 一个是小品下车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男王尽销 对 三宁老师 其实除了春节之外 就是毕竟还是要回家过年啊之类的 所以回家就主要都是宅在家里边 如果说就是非要去去爸妈拉着去拜访一些亲戚啊 就是打个招呼就就就就就就会就是一个人闷在哪儿或者或者去干点自己的事 嗯 我就其实还好没有这些顾虑 因为我其实家里比较亲近的家人就那么些 那比较远房就不太会去拜访这样 嗯 小时候就特别害怕跟长辈那些打招呼 打招呼 就跟亲戚朋友啊 就来回串门这些 然后现在可能也差不多 对 那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我会说给大家就是准备一些就是年货啊 礼物啊之类的 有没有各自喜欢的这种类型 比如是挑土壳产 还是直接送红包比较省事那种 嗯 一般都是去当地买一些什么水果啊 或者买一些什么大礼包啊 这样的东西去 对 就是家里人 因为我家里长辈都还挺健康的 所以会送他们一些水果啊 还有什么按摩椅啊 什么洗脚盆啊之类的 养生的东西 嗯 很养生啊 对 对 我就是基本都是红包 就直接发了 嗯 怎么这样 但就是比我 跟我同龄 然后比我小的 就长辈不发红包 长辈会收红包 嗯 那就是如果碰到这种别闹又特别活跃的熊孩子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互动 还是说会打开他们去一边玩之类的 嗯 其实我家里外的熊孩子 比较少 嗯 因为就跟我同龄的比较多一点 对 所以很少接触到熊孩子 因为都是在大街上 肯定很多熊孩子 那跟我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熊孩子啊 遇见熊孩子就只有比他更熊 对 是这样 那你们怎么熊啊 就他怎么皮 我皮他两倍 嗯 先请问 就如果是亲戚家 就是会跟我一直有来往的 那就制住他 然后如果跟我没关系 我就会离他远点 嗯 还是很干脆的 就是就是回顾一下 17年其实三个人也是各自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重点嘛 比如说像小凯就是有参加节目啊 参加那个影视剧之类的 那就是现在站在一个持久迎新的这个节点上回顾一下 有没有觉得说 哎 好像在演员这条路上有点慢慢的要开始开窍了之类的 嗯 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拍戏也算是一种就是实践的学习嘛 也会积累到特别多东西 然后在现场呢 就跟很多老演员前辈去搭戏的时候 他们也会跟你讲很多的一些技巧啊 或者就是一些 演戏上面的一些比较好有用的一些东西 就会感觉到 嗯 会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能够学到 对 然后 在学校呢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是 我觉得是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学习 嗯 那另外就是前段时间工作室帮助你在东北拍戏的时候 就学地上滑倒 然后 然后顺势做服务乘的那个视频 当时怎么那么机智的想到说 我就顺势做个服务乘的 嗯 其实就是 嗯 其实就是 但是突然 突然脑子给想到这样一样 嗯 觉得 那就做一下 但是后来回头想一想 有没有觉得自己处理得特别棒 低调低调 嗯 嗯 然后还有那个王友坤说说能不能用就是现在演的这个角色 就是张宝幸的这个身份跟大家拜个年啊之类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张宝幸很油的 很油 所以就是各种场合都是那种状态 嗯 明白了 然后另外就是王源最近就是除了出席火机上的活动之外 也要给这个观众人物写专栏吗 当时知道说要写专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当时就是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写 就是我其实心里有点忐忑 我说我写了到时候写不好被骂又又怎么怎么怎么样 但是后来还是我觉得就相当于就放轻松 相当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状态 我的经历我的想法吧 那就从自己内心出发 那就随手写一写 那第一篇写完了之后自己还挺满意的 对 然后最后修改了一下就发布了 那之后也会再继续写的 那这样想来的话你觉得是给这种专栏写文章呢 还是高考的时候写的那个语文的作文比较难啊 我觉得语文的作文难吧 对 因为其实专栏写文章就是顺从我的心嘛 因为没有规定题目就是抒发我想抒发的感情 但高考就不一样 它是有一个要拿分数的这样一个事在这儿 对 所以比较难 那另外就是最近有提到说要演那个 就是选择影视专业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 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我喜欢唱歌那也喜欢影视 我觉得还有综艺什么的 其实都还挺喜欢的 那我觉得在国内有好的学校可以学习影视的话 可以好好的去学一学 在唱歌方面自己再努努力 那更多的生活经历 更多的学历知识 我觉得两方面都不会太差的 明白 那想问一下贴旗 就是最近有参加那个街舞类的节目吗 不是录制这种节目感觉如何呀 感觉一个是比较辛苦 然后一个是感觉中国街舞发展特别好 就是有点好多好多大学 然后就是水平就是特别相当 然后选不出来的那种 那这样的话其实本身就是作为这个组合出道嘛 会不会说在经营那些什么节目啊 女视剧之外 现在回到这个街舞类的节目里面 就是会有一种久违的这种归属感 其实我觉得是更喜欢这种环境 就是所有的dancers在一起啊 然后因为那个节目整个氛围也是制作那种比较低下 然后比较偏近那种街舞氛围的 所以会觉得这种氛围特别爽特别舒服 那另外就是比如说除了看那些选手之外 其实导师之间的互动大家也很关注 比如说是不是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 大家一般会怎么处理或者说会不会有人跟你 就是意见特别特别的统一特别默契的这种情况 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和谐的 因为刚刚录制到分到自己的队伍 所以还是比较和谐 而且之前我们也会互相借毛巾 然后去选一个共同比较喜欢的选手 所以比较平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长安十二世纪》 大家都非常关注 然后除了这个作品本身之外就是跟雷佳音的合作 因为大家都提到他那种觉得特别搞笑 那你跟他合作起来感觉如何啊 对的确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 然后也挺认真负责的 他会有哪些几个让你觉得都笑到中下来那种 就是他是一个很喜欢说笑话的人 然后他也自称自己是波兰街走卫王 就是有时候镜头可能会中间会有人挡住他 然后他自己就这么着就这么躲 因为之前先上彩蛋的时候他有提到你的新装嘛 但是他说了 他说你跟他这件事 朋友们条款说你跟他这件事 那星土鲁斯般的缘分 你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他本身也是 他后来有跟你说起这事吗 后来还没有 因为后面就没有 没有就是在演对手戏没碰到的机会 哦 因为目前王老海比较关心 就是常常十二十能到了一个大家什么样的节目 呃 因为 这个戏一整天然后 要拍五六十一场戏 然后现在因为也都是跳着拍的 所以现在 最 拍的最后面的 级数也才拍到 三十多戏四十多戏 那最后就是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几个2017年之最 第一个就是2017年你去过最难忘或者是觉得最新奇的地方是哪里 中国 大中国 嗯 嗯 挪威吧 给我动懵了 巨猛 哦 我现在这么一想我也想不到哪 最难忘的地方 就 就北京吧 因为每次回北京就感觉很不一样 嗯 哪里不一样 嗯 嗯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北京的 嗯 嗯 那我就重庆吧 重庆 你要不要再次赶下台 那我们说湖南吧 那另外就是回想一下2007年就是最幸福的瞬间 那脑海里是有什么样的画面 就是 每天 睡到自然醒 我最幸福的应该是 就是睡了五分钟感觉睡了两个小时那样的感觉 嗯 最幸福的瞬间啊 就是 说 不管什么事情就是说收工 哇 幸福到宝 幸福的瞬间 我 最近感受到幸福的瞬间就是 猫靠到我身上睡觉 对 就是你在这儿待着不能让他过来找你睡觉 对 我觉得非常幸福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2018年大家都是会许带一些期许啊 做一些规划 那三位各自有没有就是 必须要完成的这种事项 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愿望清单啊之类的 必须要完成的 觉得 嗯 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 凡是凡是靠缘分 嗯 必须要完成吧 就是 完成好该完成的工作 没有那么远大目标 嗯 我必须要完成的就高考了 剩下都看自己爱好 然后最后就是 其实提到之前微博之夜的时候 那个 比心的那个那个画面最近是在那个 跟跟贾良又重新 嗯 又掩饰了一遍吧 所以大家目前对 比如说网络上有什么 啊 这种流行的手势 拜年啊 或者是底线啊之类的 想问问大家 有种各个喜欢的手势 给我们网友最后拜一个年就可以了 嗯 那就 哦 他比吧 都不太方便 双手 哈哈哈 来来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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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弄我来 不不不不 这个还是得拿呀 这个画头得拿一下拿一下 比麦彪在这 还要找 得拿一下 我解释一下 就是 他们上次让我什么山石比心 我是忘了 我就记得一个这个这个 然后中间什么乱七八糟绕绕绕 我就忘了 然后我就像这样 其实也可以有原式比心吧 原式比心 来吧来吧,来,3,2,1,开始比心 这问题不分它一个人的吗? 我们写一写一写,写一写一写 我确实不太方便 是麦彪在这,你知道吗怎么比啊? 不可能把这个放下,多重要啊?重不重要? 还好吧,没有的 那就千里和王月一起比个心吧 好没,好没 好,比心